韓國瑜其實現在已經當了 中華民國史上低位不分區市長 因為全台灣的事情都歸他管 彰化西州是一個芭樂產地 現在芭樂的價錢跌得非常厲害 美台已經只剩3塊到5塊錢 甚至有農民講說 現在連豬都吃膩 這我是滿好奇 他平常吃飼料 吃不膩吃芭樂吃一下就吃膩 然後呢 這個彰化縣議員吳英寧的表哥 也就是過去的鄉長黃勝路說 韓國瑜說貨出去 其實是栽貨的貨 貨進來 然後還有一個誠信的農民說 政治人物說人進來貨出去 去澳門 大陸 香港 簽很多訂單回來 結果就沒有 請彰化縣長拜託韓市長 幫忙銷一些去大陸 韓國瑜是幫高雄簽訂單 好像沒有說幫你彰化簽訂單 這個邏輯是怎麼搭上去的 很奇怪 而且你中間 你上面不是有農委會嗎 你為什麼不去跟農委會求助 去跟韓國瑜求助 這也滿奇怪 那根據農糧署的統計資料顯示 去年三月全台八樂的總量是 4028公噸 可是今年三月全台八樂總量 暴增到6809公噸 等於多了2781公噸 那彰化縣的農業處長陳秉申說 暖冬加上春節價格不錯 農民加碼增產 今年多了一兩千噸 以外銷加大至少85噸以上 那就很奇怪 農委會的控管機制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會任由農民這樣子多種 然後讓它爆量呢 那實際上3月17號的時候 韓國瑜市長跟郭台銘就簽下 每年一千萬公斤高雄農魚產品的 採購MOU 那鴻海到現在已經採購了 72.5公噸的燕潮芭樂 然後呢3月30號的時候 上海公司採購共42貨櫃 281公噸的燕潮美農的芭樂 然後4月2號的時候 又採購芭樂的 上海公司與高雄農會簽訂 一年10億元的合約 所以其實高雄這邊的芭樂 一直都在賣 但彰化這邊好像沒有看到 其他彰化有比較積極的動作 那4月2號的時候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終於南下到高雄燕潮去視察了 然後他說呢 他現在目前是用美台金 8元收購刺激品 目標是總共要收購3000公噸 然後他還嗆聲說 如果價格沒有拉上去的話 我下週來你幫我轟出去 奇怪 原來不是 要人家轟出去就算不是辭職 這個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我也是點下台 不是點下台 他就是除了下台之外 要我做什麼都行 所以這麼奇葩的農委會主委 也是史上第一人 農民院芭樂大碟 豬都不吃 然後他的大字是 政治人物的口號害死人 韓國瑜害死了彰化的芭樂 這是今天的自由時報的頭版頭條 政治人物的口號害死人 現在芭樂的價格點 是政治人物口號 標題沒有寫韓國瑜 可是內文也有講到 他說彰化的正姓農民表示 去年新科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說獲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 觀眾朋友 高雄發大財 不是彰化發大財 然後彰化的這個正姓農民 我也不知道 他沒有寫他的全名 可能也不一定是這個在 這是王姓農民 對 就是重慶 王姓跟黃聖露 正姓農民 我不知道他問的是哪一位 我們不能認為說他沒有問到 真的有一個彰化的正姓農民 這樣講說 我現在芭樂的問題是因為 我看了高雄市長是韓國瑜 所以 我就在彰化趕快中芭樂 我現在被他害慘了 這是頭版頭條 可是觀眾朋友 有幾個問題 台灣大概90%以上 都是珍珠芭樂 珍珠芭樂又分三大產地 就是高雄佔37% 然後彰化17% 還有台南18% 問題有兩個 第一個 這跟我們去年在講 香蕉是有點像 去年的823的淹水之後 在高雄地方的芭樂就有一些 因為芭樂它樹沒有很高 所以它就是有算是淹到了 淹到了以後你就要考慮 淹到了以後會怎麼樣 觀眾朋友記得每次颱風雨 以後都會告訴你新聞 像佩菌以前播新聞 葉菜類一定會漲 因為葉菜它會第一個泡爛 所以就只好吃那些 可能是其他根莖類的 所以他們覺得823以後 或許因為這些芭樂被淹壞淹爛以後 明年就是今年的芭樂價格會好 所以大家在搶中 在加上認為韓國瑜要當市長了 或要出去 人家要進來高雄發大財 觀眾朋友 一個芭樂樹種下去 從種下去到出來 最快一年半 你去年823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 韓國瑜要當市長了 所以種下去了 然後現在大收了 不是這樣 農料署也跟你講了 兩個原因是因為去年823以後 有一些 大家壞 包料 大家講說芭樂它的農業技巧上 它把它包起來就讓它熟 所以它就可以收 它比較早趕快去做個事情 你說因為這樣 因為是韓國瑜 今年暖冬你有沒有算進去 你說因為韓國瑜要當市長 所以你趕快去種這個邏輯不通 這是頭版頭條 貨要收回來就是說高雄發大財 它高雄市長承諾你要不要 有沒有 有 因為現在的重點在這裡 823的淹水造成了芭樂預期 可能價格會不錯 所以大家爆料 第二個 今年暖冬 所以原本彰化 我剛剛講17%的珍珠芭樂 跟高雄37% 它是錯開產期的 沒有人會一起出 就百貨公司週年慶 大概在10月底11月 可是它也會分開 就是說這個禮拜大家來逛我這一家 下禮拜要去那一家 免得到時候你跑分身乏術 它也有錯開產期了 可是今年因為暖冬 彰化跟高雄的產期撞在一起 所以價格都受影響 接下來第三個 高雄市的市長 他有沒有想辦法去跟上海公司 買了42個貨櫃 他高雄市市長 盡可能幫高雄市的農民 你今天用一個頭版頭的方式 其實也是 你算是NCC有管嗎 他也沒有 NCC也不管報紙 他基本上他就是個論述 因為真的有農民這樣講 可是你把責任推給了 高雄市的市長 因為他曾經說過要把東西賣出去 所以我現在中了 然後我價格不好 就要你負責 這會不會有一點扯太遠 之前我們去年在講香蕉的時候 也是一樣 2016年有至少三個嚴重的颱風 颱風不止三個 大颱風有三個 所以香蕉都被吹壞了 造成了2017年的1月 在台北北農的香蕉 每公斤破100塊錢 史上最高 所以教總覺得說這個很好 期貨可居 我要種香蕉 沒想到種完了香蕉以後 2017年一整年種完 到了2018年要收的時候 他發現2018年居然沒有梅雨 然後2017年的7 8 9月沒有颱風 所以香蕉量就很多了 所以去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都在討論什麼 去化 沒有辦法 因為香蕉盛產了 現在芭樂的問題也是類似的 還有煮香蕉皮事件 就在這時候發生 這個其實有點栽贓了 第三個就是 高雄市市長承認讓高雄發大財 高雄現在芭樂價格也不好 所以高雄市市長他努力的去 想要把高雄的這一些 芭樂給銷出去 他也在做努力 你拿彰化的這麼王姓 鄭姓 陳姓 跟黃勝路來批評韓國瑜說 你說你要賣出去 欠那麼多單 我們都沒有賣到 這不是雞同鴨獎嗎 我覺得台灣農產品 蔬菜 水果的過剩 大概明年都有 只是品種 種類 大家輪的 就是說現在芭樂 香蕉 鳳梨 甚至大蒜 這個輪 台灣地方這麼小 內銷飽和的程度時間很快 所以很大一部分就要靠外銷 我覺得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 首先我們要決定 政府的角色到底要管多少 要管多還是管少 還是要統統管 其實我是主張 我們既然號稱是一個資本質疑國家 就應該管得越少越好 但是沒有人敢這樣做 你一旦執政了以後 你不敢 為什麼 因為農民是弱勢 人數其實也很少 它的GDP產額的比例其實也不多 但是個別農戶 或是個別農家 個別農民 他如果一旦就是受到傷害的話 這個聲音 這個反彈是非常大的 譬如說我最近去看南洋溪 南洋溪的河畔種西瓜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颱風一來不西瓜 不都完蛋了嗎 他們說這個是農民願意冒著選 因為如果紅台不來 這死貴給我收錢起來 不得了 很好賺 但是如果通通死掉了 他們也認了 就是今天運氣不好 所以我覺得農民心裡頭是知道的 他們的風險是知道的 但是他們很容易去賴政府 就是說我今天賺的 我就賣了 我今天輸掉 你會幫我保證 沒人敢說政府不需要 所以今天政府是不得不管 但是這個問題既然一再發生的話 我覺得政府藍的綠的都一樣 這不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你要想 我也要有一個建立到 大家可以看得見 可以信賴的制度 有人說這個如果像期貨一樣 但是農產品要用期貨來保障 是不容易的 但是美國是有的 美國小賣 大賣 大豆 三沾肉都有 但是我們產量那麼少 所以很難用這個 像芝加哥期貨市場這樣去保障 但是起碼 吃早 你要想個辦法 第二個 你要看 到底這一次的問題 是產銷 是哪一個有問題 生產過量 如果是銷路減少 絕大部分的責任在政府 但是這個是產量上去了 產量上去了 說比較白 政府的責任就是說 你管不住 可是去年農委會說 他要管這件事情 但是他沒有管 顯然農委會 不管他設計什麼制度 我不熟 我不知道 但是他大概無效 或者是不敢管 或者管了農民發脾氣 他嚇死了 反正就是管不來 管不了 也管不熟 但是我覺得農民很顯然的 就是說上一季 或是去年他有利可圖 他覺得說這個會可以比賬 所以今年如果好 今年也好 照相給他穿下去 所以這樣的話 目前的這個無能的政府 怕老百姓怕得要死的政府 敢說你自己要穿得多 說得好使 對不對 我們政府沒有一個人敢講真話 去得罪老百姓 但是這個東西 你既然是生產量過剩的話 我認為政府的相對責任 是相對降低的 大家不要過分怪政府 你要想好 你如果好談的時候 都漸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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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菁王公 那個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笑嘻嘻的 不是這樣嗎 陸委會主委講那個什麼話 你的心態就是這樣對不對 你去講那些話 你就不如來幫忙 解決這巴拉的問題 而且都在台灣 都在台灣 只是因為縣市的差別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顯然就是治理上有差別 對不對 還有在中央治理 有沒有失衡的問題 昨天光你這個陳其中 你跑去高雄 你為什麼不考去彰化 為什麼你跑去高雄 對不對 彰化的是不是價格更低 彰化在那邊講說 叫韓國也去幫他 幫他賣巴拉多 拿一些訂單 我就覺得到底誰是農委 到底誰是總統 你要叫韓國也去幫你做這個事 好歹你也先幫他選上總統 對不對 要不讓他當上農委會主委 或者行政院長 他才有那樣子的權益來解決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說 包括農委會主委 包括陸委會主委 顯然你們都不是把心要 放在解決人民的問題上面 特別是農漁民 你是把心放在什麼 對付你的政敵上面 所以一天到晚對著韓國瑜打 對不對 一個從陸委會的角度 一個從農委會的角度 反正我就一直跟隨著你 感覺上如影隨形的樣子 今天韓國瑜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就把他拿出來放大 這些以前各縣市的政府 難道沒有把這個 去國外爭取訂單嗎 去大陸爭取訂單嗎 都有 為什麼 當時候他們去拿大陸訂單的時候 你不去扣他帽子 說你是豬狗禽獸 對不對 好像賣去大陸就豬狗禽獸 現在韓國瑜做了 然後這個都叫豬狗禽獸 所以這是一個心態上面 到底整個行政團隊 這個執政黨的行政團隊 你們有沒有搞清楚 你們是要解決問題的 不是看別人解決問題之後 來批評他解決的好不好 更換這些問題 顯然很多都是中央政府 你應該有角色可以扮演 甚至你應該提供協助的 怎麼會變成是農委會的主委 去跟地方的縣長 縣市長跟韓國瑜市長說 這招肚搞出來 52億我來檢查一下 那52億是真的是假的 然後裡面的單子 哪些是紅單 哪些是藍單 哪些是綠單 哪些是什麼單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主委 如果要比照辦理的話 拜託請把全台灣的縣市 去哪裡訂單 全部拿給農委會 大家都攤開來檢查 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光從這個因應他現在 拔蠟這個問題 你就知道說 農委會到底有沒有心 要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真的有心要解決的話 那你應該跑去彰化 你應該跑去彰化 去了解說為什麼 KG的拔蠟 現在每台金是3塊到5塊 那你如果真的要找韓國瑜幫忙 那你陳吉仲 你也可以怎麼樣 很謙卑的跑到高雄市政府去 去跟韓國瑜講說 你的能量是超越高雄的 要不然呢 這個我們彰化或其他地方 的這些農產品 你如果可以的話 那你也幫忙 讓它消出去一下 把這個誠意拿出來 大家一起共同解決問題 加油 平 Почему 我們真的幾乎 搶來 我們有誠意 讓大家聊 是 人